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不少扭寧工的單棟樓 經過精心設計回身後 其實相當好住 今次設計的單位是觀塘公樂道 屬於舊樓 大約有四十多年 今次的實用面積 總共是555呎 撇除長身 我們可以用到的空間是504呎 護主是一對夫婦 剛有個小朋友 他們接下來會有一個工人 還有兩隻貓貓 設計上最大挑戰是由於 客人的要求將他整個空間 重新規劃 即是將所有長身拆除 然後重新根據他們 需要的要求 重新配合去規劃 整個空間 原積有三間房間 本身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和正面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將這三間房間拆除 重新再規劃過 原積有這個位置 是一間房間 有個問題 它的光線帶不到到客廳 我們將個間隔 重新拆除 這個位置 就變成現在正正的客廳 在客廳中 我們主要用了一個白色 還有一個白色加啡色的櫛 這樣就很容易可以配合到一些 神木的間隔 這個位置 裡面就是一個BB房 這個位置 裡面就是一個主人房 其實我們利用了調節玻璃 香檳金的筆手鋼框 讓這個位置不需要有一幅實心的場 利用風扇帶下去 提升客廳裡面整體的空間感 這個位置是通往客廳的入口 為什麼這個位置 我們看到它的斜角 因為由於房間 兩個房間 做了一個直角 其實就很難把傢伙搬到進去 以及很難容留到兩至三位隱下的路 所以我們把這個位置做了斜角 而正正在下面這個位置 我們就預留了一個大的空間 就可以把他們兩隻貓貓的貓廁都放在這裡 其實在客廳 都設計了給貓貓活動的跳板 這個位置是BB房 其實我們預留了這個位置 可以讓他們放床 而前面這個位置就可以放書桌 因為護主都需要大量的儲物空間 我們在這個位置做一個儲物房 而上面就是工人可以睡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 其實都可以擠到工人要擠的東西 在主人房 我們就重新規劃過 調去原有客廳的位置 現在就可以三邊六對床了 在床的旁邊我們做了一個特大的衣� 在上和下都可以用盡整體空間 一回來 我們就把鞋櫃放在門口右邊 上面做了飾物櫃 在座觀就是廚房門 而我們就還有一個玻璃可以望穿裡面 而下面就可以通風做一個白熱給它 在廚房顏色那裡 我們就用了一個灰色和灰色檯面 這樣就可以方便打理 由於護主都需要放一個神主桌 所以我們預留了這個空間做神主桌 但是為什麼你要看到這個圖形是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假如用一些直角和橫角 就會令到走廊有一個延伸性 現在我們用了幾個桃園的花 可以望穿裡面 既不會阻擋神主櫃裡面的煙 亦都可以望穿 令到空間感闊一點 不會感覺到走廊那麼窄 在這個位置 我們還有一個日本紙的長帽 既可以豐富空間 亦都不會那麼悶 另外我們把廁所收在這個位置 因為由於走廊已經有廚房門了 我們想減低門的數量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暗門給它 在走廊位置 我們用了不同的材料 有玻璃 有幾個圖形 有日本紙的長布 另外有調節玻璃 其實就唯一想做到 就令到走廊沒有那麼壓迫感 由於舊樓其實都很多還良 我們其實在客廳的位置 我們就做了一個廚物的天花 亦都可以儲物 亦都可以遮蓋了 而在主人房的空間裡 我們就做了一個燈床 亦都可以有兩個作用 有深光 亦都可以遮蓋了原有的環境 我會教你 不見了